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在这一个Tutorial 我们要讨论的是 要怎么用Lumus Work CSV Reader 去读取CSV 而且我们要使用的是EO Return 说穿了 我们现在已经讲解了这两个 这个是使用gamerb 这个是使用gamer.cs 这是使用gamerb.cs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使用 gamerb.cs 然后这个地方使用的是gamer.cs 这个的好处是 它每一个都会读取进来 这个的好处是 它遇到第三个recall 是被data的时候 它就会跳过 所以这里面会读取到7个 这会读取到6个 那接下来就是用EO Return的方式 来重现这一个部分 那要怎么使用EO Return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整个copy一下 然后接下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我就随便改一下名字 那我现在要把这一个 就是等于说要把这个method 改成有EO Return的method 那我正确答案 我先不要打开给你看 我先改一次给你看 那怎么改呢 其实很简单 那你有看到我这边有三颗信号 三颗信号 三颗信号 这就是要改的位置 那怎么改呢 首先呢 这个东西先把它抵立掉 这个东西把它抵立掉 然后呢 这个东西把它抵立掉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EO Return 什么东西 EO Return Gamer 就这样子 结束 所以这个就是有EO Return的版本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正确答案 下面的正确答案呢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 直接什么都没写 直接在这个地方EO Return搞定 说穿了就是这个东西删掉 这个东西删掉 然后这个东西删掉 就跟下面的这个答案是一模一样的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XX删掉 好 那这个就是有EO Return的版本 那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那在EO Return的版本里面呢 我们是不能 我们是不能把它改成 不能去把它改成iCollection 之前有证明给你看过 我们在2.3的部分 我们有证明给你看过 说当你用EO Return的话 你把它转成iCollection 你是不可以使用Count 等于说你只要用了EO Return 你是没有办法用Count这个Property 那它都是0就对了 因为EO Return它是一直会跑回Collar 那有关EO Return的部分 你要去看我EO Return的Tutorial 那我们这3.3的部分呢 我们唯一能看说它里面到底有几个呢 就是必须要在这个地方set一个breakpoint 然后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来start 在start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它3.3已经跑了 它现在已经在这个breakpoint的 hit这个breakpoint 那我们滑鼠翼到这个地方来 滑鼠翼到这个地方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0到6就是有7个 那这个里面呢 也是有0到6就是有7个 然后这里面呢 也是有0到6就是有7个 这里面呢 也是有0到6就是有7个 那ID等于3的时候 email is now 就这样子 那你看到这里面呢 是6个 这是3.2的部分 这里面是0到5就是6个 然后这里面呢 则是 也是有0到6就是7个 这样子 所以这3.3的部分呢 就是把3.1的部分 改成EO Return 就这么简单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